六个符号 拆解英文句子成一小节一小节 让大家一看就能够懂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的教学节目 谈到的就是分个线 把英文这样子密密麻麻的句子呢 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那么有了一小节一小节 看起来就清楚多了 如果我们在上一节的教学节目 如果能够配合念诵 那就能够再进一步的用声音档记下来 进而运用出来 那么我们说英文就是像这样子密密麻麻的 而我们呢先找到一二三 这三个分别就是主词 动词以及接受动作的这三个字 主词我们在底下画一条底线 动词在底下画两条底线 然后我们就找到第三个字之前呢 我们就分隔线 所以主词跟动词连在一起 然后分隔加上第三 那么我们的英文除了这三个字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这些其他东西会分布在主词的前面 主词跟动词的中间以及在句尾 那这些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 你看这个放在主词前面的 因为我们的主词是从people这边才开始 那这边的东西出现的呢 我们叫做副词系列 或者是两句合并的分词巨构 那这个详细的情形 欢迎大家回到上一节的节目去看 那么到了主词跟动词中间呢 又有些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就是主词 后面是动词 中间呢就有些助动词啦 无所不在的副词啊 以及插入语这三样东西 那么句子讲完了 后面怎么还有呢 后面再加上去的字呢 就叫做两句合并的分词巨构 或者是用来补充的插入语 这就是英文的一个整个句子 排列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先懂了这些方法方式 也就是说你先具备了英美人士的思考之后 你再去学英文 甚至去考英文 就会觉得轻松如意多了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也很清楚的跟大家讲了 在主词当中有11种 各种有长有短的不同的主词 再来又在第二节的节目动词当中 教导大家基本的一些实态被动跟假设的观念 到了第三节叫做授词补语 也就是第三个字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形容词会有三态变化 漂亮比较漂亮 最漂亮的变化 以及动词如果放在第三个位置 也可能产生不定词或动名词 这些to vir vir ng的变化 那这就是我们在之前所教过的 一二三的细节 比如说各位看到下面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东西 study intelligently 认真用功勤勉的读书 也是 our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我们的主词 所以主词会有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11种 那么我们都会先很清楚的介绍给大家 让你的肚子里面先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方略 你再去学英文 然后我们看到动词 to get good grace 去得到好的成绩 has been 这个has been呢 就叫做现在完成式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什么呢 my goal 都是我的目标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并不是yes 而是has been 就是一直是 这个就是动词的变化 然后我们再看到 she is beautiful more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就是我刚才说的 漂亮 比较漂亮 最漂亮 然后就是动词的变化 I plan to buy a car 这后面的动词用to 而这个地方 I avoid singing 我避免唱歌 这时候用ing动名词 这个地方呢 是十一动词 后面又可以用圆形 我逼着他去唱首歌 然后呢 这个head 这是十一动词 后面也可以用pp的过句分词 翻译成被的意思 我叫我的汽车被修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说的 嗯 一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二的位置有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三的情形 又有什么样的情况 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交给大家 所以大家只要花一些时间 跟着这样学 不管你是聪明 还是比较这个 是学习比较慢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学好 因为经过这十几年来实际的教学 实际的接触 各式各样的成人或学生来学习 都看见大家明显的进步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受到这个的好处 所以在之前的节目 我们就是说了这六个符号的记号当中的主词 动词 分割线 以及我们今天要教的连接词跟子句 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做结尾 叫分词句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连接词 以及子句的记号的表现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句子 I like both Jack and Mary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 我们先找一主词 所以主词的记号先出来 like是动词没问题 动词两条线 然后要找到第三个字 我们就用分割线 我喜欢喜欢这个东西 这时候各位就看到了连接词 叫做boss...and... and就是我们汉的意思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框框 合在一起变成了连接词 杰克跟玛丽 这两个人都是我喜欢的 这就是我们的连接词的第四个 这个文法的记号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第二句 People in New York USA 这是我们的主词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主词线 这中间有介细词 这叫做分割的地方 变成后面翻译前面 在美国纽约的这些人们呢 这是我们的主词 再来我们就要看动词 各位记得动词不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各位看到这个动词叫做 are...watching 就是正在看看什么东西 这叫做现在进行式 那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动词 叫做are... 所以它有两个动词 既然有两个动词 中间我们就要有连接词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连接词的框框 框起来 这是连接词are... 这整个说法叫做either or 就是不是a...就是b... 所以我们把这个either先找出来 either or... 那它要不是在看什么东西呢 看这个late night tv programs 要不是在看这个深夜的晚上的电视节目呢 要不然就是... 就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are... 这是副词... 已经... 已经怎么样呢 这些词就是分割 in bed... 已经在床上睡觉了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这中间就是连接词 叫做either or... 我们再看一次 people in New York USA are... 他们怎么样呢 要不是watching late night tv programs 看深夜的电视节目 or... 要不然就是呢 already in bed 要不然就已经睡觉了 我们再来看这第三句 I... 是主词 没问题 believe... 再来就是动词 我相信 我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第三个东西 好 各位永远养成习惯 不管是一 不管是二 不管是三 还是其他东西 都可能是小小的一个 也可能是中间的两三个字 甚至可能可是长长的一个字 所以各位看到这三呢 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子句 这个整个合在一起 叫做一个子句 所以各位我们要做子句的记号 那么子句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 不过子句呢 在之前不断已经出现过 我们就把子句的记号 这个中话弧把它呈现出来 请各位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lat就是带出一个子句 然后各位请马上的跟着看下来 这时候你会发觉下面又有一个lat 对不对 是不是又有一个lat 所以发觉它有两个lat的子句 有两个lat的子句当成三 所以各位我们先把一样的子句的记号 先呈现出来 所以你就会很舒服的看到 这个lat有两个 既然有两个 只要有一样的东西 在英文就需要有连接词 我们把连接词的这个框框框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句子呈现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相信什么呢 相信这个 以及相信这个 相信两件事情 那么这个名词子句lat带出来 lat本身没有什么意思 但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被省略 那么它怎么样呢 she has got 它拥有 这叫has got 平常有呢 就叫has has got是比较口语的有 它拥有 拥有什么东西呢 拥有的就是这个后面的第三个字 the talent 它有这个才华 and that 我也相信第二件事情 这个lat也可以被省略 she has prepared 它已经准备 这是现在完成式 它已经准备的非常好了 well准备的非常好了 它又有才华 它又有准备 它当然是不二人选了 各位再看一次 I believe 我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本来这里有个lat lat被省略 这个lat也被省略 所以正好这里是两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 这是第二件 第一件是 she has got the talent 它有这个才华 第二件事情呢 she has prepared well 它已经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了 所以我们在上面看到的and 就是连接这两个lat子句 这就是连接词的功能 我们再看下一句 mother是一个妈妈 这是主词 主词线 nose 知道这是动词 第三称单数加s 这是动词线 知道知道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词句 所以各位在以前 你看英文都是密密麻麻的 真的是看起来 这个头晕脑胀 可是现在 只要有记号 一下子就可以 把它分解出来 what her baby needs 这就是一个名词 子句 那么当然子句 就先要有子句的一个记号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what带出来的一个子句 what her baby needs 它的baby 它的小baby 它是小婴儿需要什么东西 妈妈是知道的 它是怎么知道的呢 各位看到后面 就是by by就是介系词 用这两个方法来知道 那各位看到这个by的中间 有一个连接词 所以连接词 我们先画龙点睛 一画出来 所以用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这里 一个方法是这里 而且你会发觉 左边是ing 我们的右边一定也是ing 这是两个动名词 用这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by listening to its cries 用去听他的哭声的方式 这个listening 在英文里面 listen一定要接一个to 是我们的to 放在后面 不要忘掉它了 listening to 第一个是听他的这个哭声 那第二个呢 就是observing observing就是观察 观察什么呢 观察 its a body language 观察他的身体的肢体语言 用这样子的两个方式呢 来知道他小baby需要的东西 到底是肚子饿了 还是尿不尿湿了 还是不舒服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by就是带出这两个方式 来知道他的baby需要什么东西 中间就是一个连接词 再来我们看这句 many women 好多的女人 这是我们的主词 have developed 已经发展出来 这是我们的动词 已经发展出来什么呢 各位再来要找到第三个生字 就是san 这个san各位看到 它呢好长好长 一直到后面 全部都是san 看起来真的是挺辛苦的 那么我们就记得 它中间就很有可能会有连接词 如果一有连接词 它就可以拆开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画龙点睛 一下子就能够先看懂的原因 好各位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它真的是密密麻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and呢 好我们首先先看到as well as 这个as well as也是我们的连接词 就是and的意思 所以看到这个as well as 所以左边有一个 右边有一个 所以左边是什么呢 an ability 左边是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能力 右边是什么呢 an accurate eye 一个正确的眼光 一个非常观察正确的眼光 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是一发展出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发展出的第二件事情 然后各位看到它的后面有介细词 这叫做片语放在它的后面 这边还有一个连接词 连接这两个东西 所以各位请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后面翻译前面的东西 它发展出了一种能力 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 to pick up pick up就是去学习 and understand 而且能够了解 了解什么呢 nonverbal signals 学习到 了解到这种非口语的这种信号 第二个 他们还发展出来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察的眼光 对于什么东西的观察的眼光呢 后面翻译前面 for small detail 对于小的细节 这样子的观察的非常正确的眼光 这两样东西 他们就发展出来了 所以各位 这就是as well as 连接词的功能 我们很快的再看一遍 many women have developed 许多的女人发展出 an ability 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呢 to pick up and understand nonverbal signals 去学习跟了解 非口语的信号 和第二种能力 as well as an accurate eye 一个正确的眼光 for small detail 对于小细节的这种眼光 以上介绍的就是第四个记号 叫做连接词 各位看到连接词 就是这样左右对称 可以让你看得更精准 速度看得更快 这就是连接词 这就是连接词很精彩的一种功能 那再来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的子句 那么子句 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中跨弧 带出来一个子句 这个子句 我们在这边就叫它做一个手 手带出一个子句 相对于母句 母句是妈妈 子句就是儿子 儿子呢 用手牵着妈妈 所以一看到前面这个手 就代表这个子句要出来了 基本上子句的后面有主词动词 那么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这个手有时候也可以被省略掉 中间就没有手了 但是手的功能还是在的 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手呢 要坚韧主词 所以后面的主词就没有了 它的这个主词就是手来坚韧 后面直接接的就是动词 那我们现在来很快的看一下 我们的子句分三种 第一个就叫做名词子句 表示一件事情 各位请看这第一句 Letter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这个就是各位很不舒服的地方 你总觉得是一个字 一个字这样看 可是我们看的是 铺合在一起 一刷就刷起来 这个叫做主词 这个叫做动词 然后各位看到这个great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字 所以你看到好多字 我看到只有三个简单的字 当然我看的是又快又准了 那这个lat就是我们的子句 子句呢 我们就会带出一个子句的记号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跨弧 我们把它给这个标示出来 这时候会看到这个lat呈现在这最前面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看就容易多了 那么各位请看这个句子 叫做这个 叫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是怎么样呢 great 是好棒的 所以各位请看到没有 that I work 那么我在工作 在哪里工作呢 in my company 我在我的公司工作 这个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这件事情呢 是很棒的 那么这个lat就带出我们的一个子句 这个lat本身并没有意思 但是呢 它不能被省略 因为放在最前面 我们不要省略 这个lat带出来的就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能够在公司服务的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再看下面 what will be will be 乍看之下 好像在跟你绕圈圈 它是不是写错了 怎么长得一模 一样呢 各位 绝对 有它的道理 英文的字 变来变去 你看的书也不一样 但是它的文法结构 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的主词 所以主词先出来 这个是动词 所以一主一动 在英文里面 最少要有主词跟动词 所以没有问题 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助动词 所以这件事情将会是 这件事情将 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什么叫做前面的东西呢 what will be what will be 就是我们的一个名词 子句 what带出来的子句 这个what叫做 这些什么全部 这样子的翻译 那么我们合在一起看一下 what will be 这个be就是变成 将会变成的事情 就会变成了 你挡都挡不住 所以这句话 就是我们说的 事情来了就会来了 what will be will be 这样子看 是不是会好很多了呢 我们一口气 再看下去 whatever you think in your mind and heart 各位 这个是主词 主词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字 而不是像你以前认为的 好多字 那么其实 你能够从好多字 这样子好多字 变成了几个字 其实你的英文就进步多了 各位我们继续看 这是一个字 这叫主词 这个叫动词 在英文里面 我们说一二三 一二三 只要有一二也可以 三不见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这种句子比较少 大部分的句子都是一二三 好 那我们就看这只有两个的东西 好 那我们一样先标出你的子句的记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标出来 各位请看到叫做whatever whatever就是不论什么 不论什么你在想的 不论你想什么 在哪里想呢 in your mind 在你的心里 in your mind and heart 这个mind and heart 合在一起 就是强调的用法 就是在你心里所想的东西 那么各位请看 我把它并在一起 这样子就会舒服很多了 这时候不是刚才说过的连接词吗 我们把连接词也给它标示出来 我们就用一个这个框框 框起来 在你的mind and heart 那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在你内心所想的 不管你想是什么 都会怎么样呢 gross 第三人称的主词 动词叫s 都会成长 所以你想的事情都是好事 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好事 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事 那这些负面的事 就会成长起来 到处都是负面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 请我们再念诵一次 whatever you think in your mind and heart gross 各位你会注意到 我念出来就是一小节 一小节的 所以你要有这种观念 这里一节 这里一节 然后后面一个动词 这样子念出来的英文 自然就是 英美人士的那种味道 whatever you think in your mind and heart 怎么样呢 gross 你念出来的 既是你的声音 其实也是你的思考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名词子句的例子 have you ever wondered 这个是我们的母句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知道过 这个you是我们的主词 所以先做主词 那么有了主词之后 一定再找动词 这个动词叫做have wondered 这是现在完成式 叫做曾经想要知道过 wonder就是想要知道 那么我们把have调前面去 就变成疑问句 所以后面呢 就是疑问句 这个ever呢 只是一个用来 加强语气的副词 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子 想要知道过 知道过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就是后面 好长好长的一个名词 指句 表示这件事情 有没有想知道过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把这个带出 子句的字先做出来 what就是代表了 这些事情或者是什么 这样子的东西 what our British friends are doing 我们的英国的朋友啊 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在什么时候呢 at the time 在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when 各位看到这里又带出一个子句 不过这个子句呢 我们叫做 这个形容词子句 形容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 那么既然是子句中 又有子句啊 那我们就变成 这个两个底线 我们这样子会 做分开来 在什么时候 的这个时间 我们的英国朋友 在做什么呢 when you are having 当你正在吃 吃什么呢 your brunch 吃你的早午餐 吃早午餐 大概是10点 11点 what's some friends 这是一个片语 介细词开始 跟一些朋友 在哪里吃这个brunch 这个早午餐呢 at the McDonald's 在这个麦当劳 在哪里的麦当劳呢 near your home 就在你们家 附近的麦当劳 所以我们整个再看一次 这是形容此子句 形容这个时间 神龙 这个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啊 在你们家附近的麦当劳 吃早午餐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我们的这些英国的朋友 英国人 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英国是 这个半夜两点多钟 他们正在做什么事情呢 Have you ever wondered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 知道过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 名词子句 所呈现的现象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 latt带出来的 一个名词子句 当主词 表示这件事情 然后又看到这个 whatever 带出来的一个名词 子句当主词 再来看到就是这个 what 这个带出来的 当一个授词的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看完了名词子句 再来我们就是看 我们常常见到的 形容词子句 来形容前面的人 或者是前面的物 那这个在英文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来看一下 there are 叫做有 有 有 这就是主词 动词 我们把这个有呢 先画成一个底线 主词加动词 r就是动词线 所以有 有什么呢 many people 有很多的人 什么样的人呢 who ride motorcycles in the city 这就是我们的子句 子句呢 就要用这一个中话胡 带出这个手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who 就是我们的一个子句的记号 我们把它给做出来 很简单 who ride motorcycles in the city who指的是前面这些人呢 他们骑啊 骑什么东西呢 骑这个motor cycles 就是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骑在什么地方骑呢 in the city 在这个城市里头来骑摩托车 各位看到这个子句呢 这个就叫做手 那这个是动词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先介绍的 像这样子的 你的手间任主词再变成动词 那么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手间主词后面有一个动词 所以在英文里面一组一动 这个who除了当手还得当主词 一组一动都是规规矩矩的 有一定的道理呈现出来的 那么这种我们当然还可以变成以后的分词构句 这就我们下一节继续再说了 那么各位在看到这个句子 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把记号给画好了 我们就直接来分析一下 先找一二三 he就是我们的主词 他 他怎么样呢 knows 他知道 他知道 知道什么呢 not 这种用法 动词后面直接接not 是一个比较不正规的用法 那我们先知道一下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么呢 what it is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什么东西呢 去享受是什么东西 所以享受呢 是什么滋味 这个人他是不知道的 这个人他不晓得什么叫做享受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带出这个形容词 子句 形容这个人 他呢 who就指这个人呢 who knows not 又来了 我说过 这是一个不正规的用法 就是像who doesn't know的意思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呢 what it is 这是什么东西 to labor 去这个劳动啊 去劳动 这个是什么滋味 他如果不懂的话 那这个人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享受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不知道劳动滋味的人 就不知道享受是什么滋味 我们再看一次 he he指的是这个人 who带出来的就是形容这个人 who knows not 他不知道 what it is to labor 这个去labor labor就是去劳动 这是什么滋味 这个人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what it is to enjoy 什么叫做享受 他就不懂了 所以要吃苦 吃苦之后才能够真正享受你的成果 以上我们看到的两个形容词子句都是形容前面的人 后面翻译前面 所以子句呢 必须是一个单独款的一个观念 他开始呢 就是一个手 这个手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子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表示情况的副词子句 副词子句同样的道理 会先有一个手 各位看到这就是一个手 后面有主词动词 he was 就是主词动词 然后再加上他的第三个字 所以合在一起 because he was sick 因为他生病了 这是情况 所以he didn't go to school 所以他并没有去上学了 那么子句呢 我们说过就像儿子一样 有一个手来牵住妈妈 所以既然已经有一个手 所以他就用豆点跟这个母句连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绝对不可以增加一个so这样子的连接词 因为so是连接两个母句 如果左边也是妈妈 右边也是妈妈 那他这中间就有一个so 可是各位请看到这左边并不是妈妈 这个左边是个儿子 儿子呢 这前面已经有一个手 所以有了手 这边就不需要有so 所以我们在考试里面 就这个地方常常考 那相反的 如果是alth alth放这边叫做虽然 虽然也是一个手 他后面就不可能有一个but 那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所以子句呢 就是用这个手跟着妈妈连在一起的 当然这个because 我们也可以放在后面 他不一定要放在前面 他也可以放在后面 这时候你看 我把它摆在后面 它是完全一样的 后面就变成小写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前面当然就变成大写 我们也把它改回来 所以变成 he didn't go to school 他没有上学 because he was sick 因为他是生病了 现在我们看这最后一个例子 各位看到 又有子居的手 又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连结词 所以其实这六个符号 就是横贯在这英文的句子当中 他们就是这六个记号的一个 这个呈现 所以有了六个记号 你就可以把英文看得舒服多了 when I am hungry 当我是饥饿的时候 as well as 而且是怎么样子呢 eager 一个是很急切的 去想要去 to eat pizza 去吃这个pizza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副词词句 当我饿了 而且好想去吃pizza 这个时候呢 oh oh就是我们的主词 全部 什么样的全部呢 各位看到后面就是一个形容词 词句 形容这个全部 oh that I need 我所需要去做的全部 各位看到后面翻译前面 我所需要的 做的全部的事情呢 就是 就是怎么样呢 to 这个to 在这里也可以被省略 make a phone call 就是去打一个电话 那一听就懂了 去叫外卖 所以 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and 各位看到这个连接词 这次是连接两个句子 带出第二个句子出来 and before long 这是一个副词片语 不久呢 the food will be delivered 这个食物呢 就会被 这个送过来 送到 什么地方呢 to my house 送到我们家 送到我们家 还怎么样子呢 这个披萨是 hot and fresh 这个 还是热热的 还是好新鲜的 好棒啊 所以呢 各位看到 这样子看 是不是英文 舒服 又清楚了呢 我们再念 送它一下 when I am hungry as well as eager to eat a pizza 这个时候呢 all that I need to do 我所需要做的 全部的事情呢 就是呢 yes 去干什么呢 make a phone call 打个电话 and 第二件事情出来了 before long 不久之后啊 the food will be delivered 食物就会被送来 to my house 那而且是怎么样呢 hot and fresh 好以上 各位看到 这三个不同的子句 表示情况的 副词子句 表示形容前面人物的 形容词子句 以及表达一件事情的 名词子句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记号 给呈现 这就是我们的 第五种记号 子句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